安波足球快信 李斯盈报道 2020年12月18日 不以包判借侯以斯卡洗颓 星期六凌晨 西甲新一轮赛是有不以包坐镇主场迎战侯以斯卡 不以包已经四轮没球赢 球队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 幸好对手最近状态同样难尽人意 还有联赛作客还没开过齋 今次就可以说是不以包重反赢球的路的最好时机 另外安波直播届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不以包最近经历一段魔鬼赛程 接连面对华伦西亚和黄马这些实力派球队 而且多数是作客出战 这一路下来 不以包紧陆德两和两负的劣迹 排名跌到西甲第13位 利好的是 金像不以包将回到主场作战 这个对攻击手比伦古亚和蒙尼因来讲十分有利 毕竟他们两人较为擅长主场吻食 除此之外 不以包目前在主场仅输过比实力不错的切尔达和黄马卡迪斯 在主场不敌切尔达之前 球队曾拿过主场三连胜 另外 金像对阵侯尔斯卡对不以包来讲也是一大优势 大家要知道 比此最近三次各项赛事交守候者 全部取胜 当中得失球比位9比0 可谓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再加上对手最近状态不是那么理想 主场作战的不以包金轮望赢波紫队 在阵容方面中场鲁尔加西亚金像亭赛受罚 以西越首名身份进军西甲 看来是惊喜 其实是灾难的开始 头十二轮只有八和四负 即分榜位列倒数 这个是星班马侯尔斯卡开局交出的成绩单 在以甲克罗托内 德格缅因斯等球队相计获得赛季赢第一场之后 侯尔斯卡不甘示弱 上轮凭住安迪维路斯的全场唯一入球 一比0击退艾拉维并带来西甲首胜 那就摆脱副班长位置 获得赛季第一次赢波固然值得可起 但在侯尔斯卡面前依旧困难重重 对内部可靠得分强点 拉法米亚和申道拉美利斯等人稳定性略险不足 导致球队目前军场入球数仅有0.92球 更加不利的是 侯尔斯卡是目前西甲中两只客场 还未开齋的球队之一 另外一队是加泰 还有作客后防线 仅是联赛中到数的水准 军场失足两球那么多 这样来看 侯尔斯卡此行要想赢波囊到可想而知 在阵容方面 门将华里拿养伤备战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看波当然是看M直播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